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这个首相的安利 首先从首型来看是强牧人 牧人分强弱 那么强牧人的特点就是 这个有牧人的这个首型 但是呢 也有这个掌面见轮廓 这个掌面偏硬朗 是筋骨质 筋骨质是强牧人 有牧人的多丝善谋 也有这个筋骨质人的坚韧和做事有毅力 那么有韧劲 这是强牧人的一个典型的 一个特点 我们来看这个手指 手指 食指特别长 食指和兄弟姊妹的关系 那么特别长的话 说明跟兄弟姊妹缘分比较深厚 即使是自己成家立业之后 也会和兄弟姊妹 这个关系比较密切 相互扶持 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小指 小指过三观 就是小指最上面那个 过了这个无名指 最上面那个指节 长度非常够 小指过三观是不愁吃喝穿 到晚娘和子女的缘分 非常的深厚啊 我们来看这个生命线 在初期呢 还是有一些锁链的 说明啊 出生家庭环境一般啊 而且呢 从小啊 这个运势方面 还是有一些偏低迷啊 同时呢 我们看到在分离处 就是脑线和生命线 分离处建大导门啊 这个我们是经常分享的一种情况 就是在出入社会啊 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呢 有一些坎坷啊 有一些坎坷 并且呢 容易遭受一些这个教学费 上当受骗这种情况啊 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个脑线 在不久之后呢 也出现转折后下垂啊 那么脑线呢 不但反映出一个人的材质啊 而且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转折后下垂啊 说明心里还是有一些波动啊 遭遇一些坎坷的事情啊 能够让自己啊 有一些心理的波动 那么结合感情线 这个很清楚的一个导闻啊 这么大一个导闻来看的话 青年时期容易犯情伤啊 导致呢 心理受到伤害 而且呢 从此之后呢 这个脑线下垂过一段时间啊 心态比较低迷 运势也是比较低迷 从这个生命线内侧的这个关系线呢 受到横纹干扰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这是代表恋爱 有始无终 那么在财运方面呢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 在食指迅宫下方啊 迅宫这个位置啊 有一个颈字纹啊 这个颈字纹呢 虽然不是很明显的啊 需要养一养 但是这个颈字纹呢 寓意非常不错 在财位出现的话 说明财源如井水啊 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啊 从这个深刻的事业线 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稳定的收入啊 并且呢 不会说是出现说是很大的 这种经济方面的困难 这是颈字纹的寓意也是非常不错的 同时我们看到 在这个财运线方面来看也是如此的 财运线非常的深长啊 虽然中期有一些小的裂开断开啊 但是整体财运还是不错的啊 我们来看这个从元宝文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我们 加量的部分就是元宝文啊 就是生命线脑线和失业线 以及这个掌底的辅助线 所组合成的这种元宝财库嘛 有元宝财库的呢 是财运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我们说这个有财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个财运线的影响 财运线呢 有断开啊 那么财运财库是有啊 但是呢 容易有一些漏财的情况